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第三个妙妆我们可以按一按捏一捏 那我们在挑选菠萝的时候 可以选取一处按一按 看它的软度怎么样 如果按起来很软的话 那说明这个菠萝已经熟透了 很可能里面就变质了 这个时候大家不要购买 最好买一种 摸起来有一点点软 但是又不是太软的 但如果买太硬的话 那说明这个菠萝还没有熟好 这个时候我不能当时吃 所以还要割养这个东西 以上是这三个跳过的方法 大家都学会了吗 那现在赶紧分享给书面的朋友们吧 让我们一起想吃又甜又好吃的菠萝啦 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